中科審查 各位朋友今天是中科四期審查 環評變更審查會的今天的現場 中科管理局他所提出的這個變更對照表 他想要用變更對照表的方式 因為原本的環評審查結論裡面是說 在放流磚管完成之前廠商不可以進駐營運 可是現在中科管理局試圖要偷跑 試圖說他們的廠商可以做到廢水磷排放 這些排出來的廢水可以拿來澆花 可以拿來洗手可以拿來沖馬桶 只要做到廢水磷排放要求環保署要開放 讓廠商在變更這個環評結論 在放流磚管完成以前就先營運 我們必須指出如果今天環評委員同意用變更對照表的方式 就通過這樣的變更 允許廠商在放流磚管完成以前先進駐 這是違反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7條的 因為在環評法施行細則第37條裡面非常清楚的規定 只有在對環境無影響或是對環境有有力的影響的時候 才可以用對照表的方式就變更通過 可是各位想想看 廠商在放流磚管之前提前進駐營運 這是對環境無影響嗎 這是對環境有有力的影響嗎 這根本是不可能的 工業的廢水 就算他說的零排放的方案 是拿來澆花拿來沖馬桶 只要是澆花就會滲到地下水裡面去 更何況我們就先不談這個地下水滲後的問題 廠商提前進駐營運 水從哪裡來 廢水要往哪裡排 廢氣路要往哪裡到 空氣污染是怎麼樣 這些繁此種種怎麼可能會是對環境有利的 全台灣現在的科學園區有非常非常多的比例 是閒置的 閒置率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我們呼籲這個政府 呼籲整個社會 我們在科學園區 其實目前的開發是太過多餘的 而且甚至連今天要做的環評變更 都只有 目前都只有兩家廠商要進駐 政府他們一直聲稱說 這個開發可以創造幾萬個就業機會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這個開發案目前 今天要審查這個開發案 就是要 中科要開放兩間廠商提前進駐 那這兩間廠商 一間是愛民未產 一間是和勤經濟 基本上他們都不算是所謂的科技產業 那我們很納悶 為什麼要徵收那麼大 六百多公頃的面積 只為了這兩間 不是光電產業的產業 那他們創造的就業機會 也不是當初所說的 那我們回歸來看 就是全台灣各地 目前有許多的科學園區 不斷的在開發 那現在包括 許多地方都是有很多的閒置 閒置的狀況 包括台南那邊的科學園區 他們閒置的市城 那高雄也是閒置的市城 排中科二級也是閒置的市城 那最多的是銅鑼科學園區 他閒置的八城 那再看到中科四級 他的開發的正當性 今年三月二十二號的時候 我們同樣在這個地方參加過會議 環評委員 以七分鐘的速度 就否決這個案子 那理由是什麼 理由是實質不明 然後對社會形象不明 我想要請問中科 你們這一次送過來的內容 跟上次有什麼差別 當初為什麼環評委員 在中科四級爭議這麼大的這個時候 然後用這樣的 這個所謂在廢水廠尚未施工完成之前 廠商不得已暈 為什麼要用這樣子的結論 是因為在中科三級的時候 中科就已經幹過一樣事情了 他在廢水處理廠還沒有處理完成的時候 就將廢水抬到牛頭坑溝 後來引起了這麼大的爭議 我想再問中科 你的廢水要排到哪裡去 禮拜五 才要審查你的廢水排放 然後呢 你的短期用水 現在有這麼多農民在抗議 你的長期用水 根本就還不知道下落 而你竟然要讓廠商提前營運 造成這個已經營運的既定事實 然後再來逼政府就範 試問 這樣子的做法合理嗎 不合理 決中科 決中科 捍衛環評 開發單位說它是有廠商進駐的急迫性 但我們認為毫無急迫性可言 第一 彰化線目前有大量的閒置工業園區 我想要念一下經濟部 經濟部的作業基金99年的預算評估報告裡面有講到工業區 土地開發鍋量造成土地大量閒置 以開發完成公告諸售 尚未諸售的面積達1519.62公頃 其中張濱工業區就高達1246公頃 那我想要說這個地方在彰化 張濱工業區它現在申請發展的產業 很多也是張濱工業區目前有在開發的產業 張濱工業區有1000多公頃的閒置土地 為什麼不去那裡去把已經開發好的土地好好的去使用 為什麼要來這裡去開發一個農地變更的產業 我們認為這是很有問題 有問題 有引用的標準是建築物生活污水回收再利用建立水族 所以這個標準以及它的用途 原水是屬於生活污水 但是你在這裡列出來的數種產業 這數種產業裡面有兩種色灰生活污水 所以要引用建築物生活污水回收再利用標準 這個建立水族來回收再利用 這兩下可能要不要再檢討 就是說你在這裡列了四個行業裡面的兩個行業 那個跟那個標準的研議 定定的研議 好像有一些出入 就第一點那個看法 那麼另外第二點就是說 你要引進來的鑄廠的廠商 每一個廠商它的位鑄 還有這個廠商的水族 森藕污水 我談的是森藕污水的水量 水族跟它可攪灌的範圍 因為攪灌還是由廠商來鑄 針對它的原水去進行攪灌 所以應該把你到底有哪幾個廠商 它的生活污水不含生產衛水 這樣才能夠你要引用標準 這個要這樣子編個審查 結論的時候 那麼是不是用背照表 剛剛那個歐陽教授也提到的 你到底有多少拿一些工廠 這數據是怎麼樣 可以用這樣的一個表呢 來做審查嗎 今天呢 如果說是 因為除了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TFCD的廠 跟半導體的上游產業以外 都可以進來 那我們這個工業區 才成為工業區 第一點的話 這個是變成那種對照表 就是一個涉化性的問題 第二個的話 就是3月22日 有審過 然後裡面也是測案 那今天所提的這個內容 跟3月22日所提的 大概是大同小異 就是說在正當性跟明確性都還是不夠 所以我們所做的結論 是跟3月22日相類似 就是說 連環境影響收益書審查結論 1-6 放流水 排放專管完成 或是得同意進駐 我們廠商應該維持 所以本案 建議不同意變更 那我們會把這個建議 再提送這個大會 那今天這個會議就到這裡 謝謝